我其实很理解这个女生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也特别容易被 那个忧郁的男生所吸引 然后因为 就我性格可能也比较简单 然后我就总会觉得 就是我可以给她温暖 对 而且我觉得 她会因为我而变得阳光起来 就是那种成就法 你会觉得 对 就特别让你兴奋 但是我真的是 后来这个 努力过很长时间以后 发现可能她的这种思维习惯 我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所以 但是我觉得 这个女孩还在不断地尝试 然后我觉得 这个男生最可怕的一点就是 她觉得现在是很好的 就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你既然喜欢看她笑 你看她现在总是一副 很哀怨的样子 我觉得你就算为了她 让她开心起来 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 试着让自己也变得高兴起来 因为我认识一个老板 她每天就是要担负起 很多人的这个生计问题嘛 所以她每天都要让自己演 很高兴 就是我们的公司很有希望 她发现她这样演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自己真的就变高兴了 她每天就真的有这样的活力了 所以你不妨这样试一下 你为了你爱的人能够开心 你每天让自己的状态 能够兴奋起来 开心起来 你这样试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好 谢谢 谢谢姚老师